董金教大家好 怎樣輕鬆省水的方式 就兩個payball 一個就是我們的卡片 卡片能省錢 卡片硬的 硬的卡片 就是我們過期的信用卡那些的 再來一個就是水晶肥皂 今天這個是手工肥皂 是我自己做的 水晶肥皂 一般外面賣的水晶肥皂就可以 對 它卡片可以幫你除 你的重污垢 那因為肥皂有個好處 剛剛不是講嗎 說肥皂好沖洗 所以這樣子的方法 讓你洗碗的時候 大概只要花10公升的水 那一般洗碗 假如說5分鐘一直流 一直流的話 可能要花好幾十公升的水 所以這樣子的方式 讓你省水 所以首先我們卡片怎麼用 比方說這個是髒的油 很油的盤子 很油的盤子 我們把它先怎樣刮掉 先這樣刮掉 然後呢我們的菜瓜布 沾一點點那個肥皂 然後呢 沾一點點水 然後抹一點肥皂 它其實肥皂的量不多 對 就先把它全部清洗乾淨 哇 這個時候不要碰水 不要碰水 我都是放旁邊不要碰水 水龍頭都還不要開 全部都弄完之後才洗 對 全部弄軟 好 然後放下去 好 哇 它才這麼一下子 你看我手才摸兩三下 對 它就代表我們的水流 對不對 手摸兩三下 然後 好 這個就到我們水流 這個大概才兩公升的水 所以這第二次 第二次 憲哥你摸一下 鼓流鼓流 鼓流鼓流 哇 非常乾淨 其實我們是大量洗 然後小水量流出來的方法 對 這樣整個過程喔 假如說你洗十幾二十個碗的話 也大概花不到差不多二十公升的水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我們省下 一個月省下大概三千六百 光是洗碗 三千六百公升的水 是多少 三點六度的水 好 謝謝老師 除了水電的帳單以外 家庭還有哪一項必要的支出 萬事東小姐 家庭還有一個必要支出 就是瓦斯費 那呢 以今年以來 天然瓦斯呢 足足漲了百分之二點三五 那銅裝瓦斯呢 也是一年比一年還漲喔 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一下 瓦斯費漲漲漲漲 月月支出快破表 先來看一下麗琴的瓦斯費 八百塊 這是一個月嗎 對 其實我們家瓦斯費 我不曉得 我們大部分都是八 一期就對了 八九百這樣 那麗琴你們家的瓦斯費 是怎麼省呢 像我們就很少在家裡 開貨 盡量吃外面 這是什麼 真的 因為發現你煮一鍋 煮一鍋咖哩 然後你要吃很久 對 然後吃了很久之後 你還要就是 剩一點點想要浪費 然後又要煮 又要買料越煮越多 然後永遠吃不完這樣 所以就是乾脆吃外面就好了 然後還有就是 洗澡的時候盡量把那個 那個 叫什麼 熱水器 熱水器的調低一點 就是你可以洗的 火不要開那麼大 對 可是那是我老公的一個妙招 但是我很生氣 因為每次在我 每當我生理期快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需要熱水 洗到一半的時候 就給我冷水 我都會打 就是都會跟他吵架 我說你可不可以調成 就是溫度高一點 然後我自己調那個冷熱 可是他就覺得說 我沒有洗那麼熱 就不需要用到 就讓我直接打開 就是直接可以洗 比較省瓦斯這樣 其實是耶 你老公真的好認真 在撿人這一塊 可是這樣洗得不過癮啊 尤其是冬天 可能會覺得更不舒服 尤其是洗到頭的時候 就整個是很火這樣 所以兩個人真的為了這個事情大吵 常常 對啊 他還是在堅持 就是一定 就是要省那個瓦斯這樣 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Ben的瓦斯費 是 我們家的瓦斯費是 1707 這個是有人住的狀況嗎 對啊 應該是 也是那半個月吧 可是怎麼會這麼高 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家的熱水器的溫度 也都是設定在 我都是設定在55度 還滿高的 很高耶 因為我喜歡洗熱水澡 對啊 對 然後在家裡 也是一天到晚在開火 對 所以小可也很喜歡下廚 對 因為有小朋友的關係嘛 像煮什麼東西都自己來會 比較安全一點這樣 可是它有一套 省瓦斯的方式 大家可以做參考用 就是 你確定看到你的帳單 你講這個方式還有什麼 自己都講不下去 因為我們家很喜歡 用燉煮的東西 然後他去 特別去買了一個燜燒鍋 那那個東西是 你食材只要一滾的時候 你把它離開火爐 放到那個燜燒鍋裡面去 它會自動在敷熱上面 自動在燜煮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一套還滿省瓦斯的 對 其實這個還滿好的耶 比方燉紅豆湯 可能本來三個小時變半個小時 真的 因為你瓦斯一直在那邊開著 其實也沒有用 你如果一直燉的話 它反而是燉不爛 比如像那個蘿蔔 白蘿蔔 你就熱了以後 燜半個小時 再熱一次一定很爛 是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小瑋的 我們家的瓦斯費 瓦斯費是2000 跟阿伯家差不多 你天天都開火對不對 幾乎常常啦 然後像那個 像我省瓦斯就是我盡量不要煮 有關於燉的東西 就是簡單煮 然後瓦斯呢 就是熱水器的地方 我也是一樣會關很小火 就微熱就好了 那我們像夏天天氣很熱 我怎麼省瓦斯就是讓我小孩 在太陽下山以前洗澡 對 因為上面那個水塘的 那個太陽以前灶 那個水其實是熱的 所以我都會讓我小孩 在太陽下山之前 太陽下山之前 我剛剛以為妳聽到說 太陽下山之前 帶小朋友去公園這樣所洗個澡 所以說 金幼洋嗎 水還是熱的 你看夏天這樣子洗澡 那個瓦斯就可以省多少 那妳這樣省 為什麼瓦斯費比他們都高啊 因為我很常煮啊 所以這個瓦斯會有一點兩難 對 因為妳如果為了省瓦斯費 減少開火的話 對 那家裡有小孩 妳的生活的品質 會跟著降低 不過萬事通小姐 難道沒有更好的 節省的方法嗎 當然有啦 現在就給她小秘訣告訴大家 來 挑對烹飪工具 無痛抗漲 瓦斯費用立刻砍一半 小綺 這是什麼意思啊 挑對工具可以省一半 對 因為其實煮飯真的 蠻耗費瓦斯的 對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運用 一些好的工具 來幫助我們省瓦斯 像第一個就是 我們挑內燕型的瓦斯爐 對 因為內燕型瓦斯爐 它其實會比外燕型的瓦斯爐 火力集中 火力集中導熱快 真的嗎 我們用瓦斯的時間就是短 對 那當然就可以省到錢 大概 烹熱的時間可以省一倍 就是加快一倍 真的喔 對 那第二個其實 就是善用平底鍋 對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平底鍋 其實它的那個受熱面積 它是比較大 那導熱效果也比較好 所以會比我們傳統的那種 中式原底的炒鍋 對 炒得比較快 加熱比較快 是 那第三是我個人的小PayPal 想說可以提供給大家 我今天有帶一個 我的 這是一個鋁合金的板 因為我就是發現 早上做早餐的時候 我可能為了煎一顆荷包蛋 要用一個那麼大的平底鍋 然後煎完蛋再去煮另外一個 加熱牛奶 我乾脆就用一個這個導熱板 放在那個瓦斯爐上面 我用鋼杯 加熱牛奶 旁邊放另外一個杯 然後來煮蛋 那也有小型的平底鍋 可以在這裡煎蛋 我可以同時做 一次完成所有的料理 一次就做完你的早餐了就對了 對 不過小琪請問一下 你剛剛講的是開火的部分 不過像那個立芹 她跟她老公 為了那個熱水器的 溫度的問題而吵架 難道沒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減少這個部分的瓦斯嗎 好 我覺得洗澡的瓦斯 它是這樣 就是你要減少去 開關那個瓦斯的次數 你剛剛像說 一般人都習慣 打開那個水龍頭 打濕身體之後 對 關掉 我們要省水 但是我 其實這 這是一個比較 其實在台灣 自來水費真的比較便宜 瓦斯費比較高 如果你在沒有辦法 取色的狀況上 你就做這樣的衡量 對 你把瓦斯 關掉之後 然後一般人是這樣 然後你就把身體的 沐浴乳塗好之後 你才又開水嘛 對 等於是你開開關關 那你乾脆就建議用一個方式 你就是一次不要關水 你可以把 你水龍頭不要關 然後下面用個盆子 把水接起來 是 再用這個水來幫自己沖澡 對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省更多的 你想烹潤要不要用瓦斯 要 一定要 今天要跟教教你 一毛錢都不用花 不用瓦斯 也可以烹潤的喔 請楊老師來教我們 邱小偉超強省城功力 讓季妹妹緊張啦 我問一下那小偉 一萬多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一集不能給我老公看到啦 小偉這一段 叫你老公走太遠了 就是給倫甫哥看的 倫甫哥我客家人請見識這樣